40岁的少妇出轨60岁的大爷 王大姐今年是40岁了 三年前出轨了60岁的邻居王大爷 在外人眼里王大姐是个好妻子 可是在王大姐她自己眼中 她就是一个水星洋花的女人 王大姐出轨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在一起太久了 早就没有了新鲜感和激情了 老公也没有情绪 出轨就是为了得到新鲜感和激情 没有想到和这个大爷在一块之后 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因为这个大爷呢 他很体贴又优秀 其实王大姐她也很贵疚 内心觉得对不起丈夫 为了不让丈夫发现婚外情 她总是装作很在乎她的样子 可越是这样 王大姐的内心就越纠结 舍不得离婚 舍不得丈夫和儿子 又舍不得外面那个出轨的对象 其实我认为啊 既然有了婚姻 那就好好珍惜呗 而不是因为控制不住诱惑 或者是婚姻里面没有了新鲜感而去出轨 这样不好啊 好好珍惜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才是正确的